退回中央政府总预算 这是立法院蓝白联军来乱证的 幼玉庄的铁证 总预算不是不可以删 可以像美国一样 针对个别的部门来退回 如果要全数退回 除非是像2008年的时候 马英九政府用错误的经济成长率 来编列总预算 但是这一次黄国昌主导的 退回总预算是在作秀 它违背了委员会中心主义 它绑架了国家的总预算 去干涉司法 它用死来控诉司法 对柯文哲徒利的积压 它是在对民众党的支持者邀功 黄国昌图谋的是 民众党的后柯文哲时代 退回总预算是立法委员的独职 蓝白立委不克进审查预算的 本分职责 反而满干扩权 染指司法跟行政的权利 这两个政党该做的不做 不该做的拼命做 是台湾民主跟国家的破口 蓝白退回总预算 不是在野党的监督 而是政争 是乱政 是扯国家的后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